B链何在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有可能并不新鲜 不是什么时事热点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的话题 就是什么是区块链 包括以后的几期节目当中 我都想成系列的来跟大家分享 区块链的一些基础概念 原因很简单 就在上周的时候 Michael在北京做了一个街访 我们采访了国贸地区的 一些精灵 一些白灵 也采访了三里团地区 一些90后00后 一些非常潮流的时髦的年轻孩子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广场 我的大爷大妈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稍微准确的说出来 什么是区块链 或者说什么是比特币 更不要说以太坊了 所以这深深的给我了一种刺激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开播 也快一年多的时间了 而且我们的发心就是说 希望有一种大白话的语言 用一些简单的一些解读 让不是这个领域的朋友们 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比方 能够了解这个新趋势 掌握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比特币 一些基本的理念 进而能够抓住这个新机遇 能够搭上这个顺风车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真的非常骨感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路 还有很长时间要走 所以这也让我来反思说 我们的节目内容 是不是偏离了我们之前的初衷 我们就是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新趋势 那是不是我们做的越来越深了呢 再一个就是随着对这个领域的这种理解 或者说自己的成长 对于区块链的概念 也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认知 和一些更深的一些解读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新的重新的解读 能够让大家更加加深 对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或者主流数字货币的一些理解 和大家的一些认知 好 我们接下来来讲一讲 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区块链 我经常会给自己一个训练 就是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或者说一分钟的时间 把一个概念解释清楚 最简单指导事情的本质 它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区块链 我叫大家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以后但凡有人在问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来使用 什么是区块链 区块链是基于互联网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段独立的 不可篡改的 没有中心化控制的一段程序 如果说程序还是特别抽象的话 你可以说区块链就是 基于互联网为基础 发展起来的一个不可篡改的 没有中心的一个大账本 这样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简单直接对不对 那么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大账本 账本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对生活当中会需求 记账会需求这个账本 账本的发展是个什么样子的 在最原始的社会 大家通过记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生产关系 生产率都非常的低下 对吧 每天打了一条鱼 猎了一只狼 打了一头鹿 那么每家每户 来共同分享这些食物 吃不了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就得记下来 今天我们打了 我们鱼下来一头鹿 画个圈 在石头上刻一横 这就是最原始的一个账本记录 那么到了原始社会末期 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 开始发现有余额了 每天在石头上涂涂抹抹 已经不足以满足这个记账的需求了 于是乎就出现了结绳记事 对吧 用绳子的打一个结 来代表某一个事物的数量 或者说某一个绳子的粗细 代表某几个家庭的对应 这就是最早的结绳记事 那么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不断提升到了封建社会的时候 文字出现了 有了文字之后 大家就出现了以这个人物 时间还有金额 以及货币的种类 来进行的这种富士的记账 包括现金的记账 到12世纪13世纪西方日出现了 这种大型的这种四角账本 比如说我们明末清初出现的 不仅可以记录这个迹象出向 还能够结算出当天的利润有多少 这就是最早的富士记账的一种方式 那到了19世纪的整个信息爆炸式的一种增长 我们出现了互联网的这种记账方式 出现了会计这个职业 出现了会计变算化的发展 但是不管怎么计算 这个会计也好 第三方这个财务记账也好 大家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账本 我能不能信任 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比如说今年你投资了一家公司 到年末的时候分成一看 你能分到100块钱的利润 那你会怀疑说 这100块钱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要看看账本 这个需求就出现了 就算你看了账本之后 你还会想说 这个会计会不会和老板一起隐瞒了一些销售 或者隐瞒了一些利润 好 我会请来第三方的会计公司来参与这个记账 那么就算有了第三方的这种参与 也还会想说 这个第三方的会计公司 会不会和这个公司一起来骗我呢 他们之间会不会一起联手 来亏我的钱呢 所以说这个记账的过程当中 一直存在着我如何信任这个账本的问题 所以区块链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大家看我们所有互联网的发展 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也就暗合了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为止 大家对互联网数据的一个需求 账本上我们需求一个不可篡改的 一个可信赖的一个记账模式对吧 那么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信息的真实性 也是一个巨大的诉求 我们通常说现实世界是三维的 互联网是四维的 多了一维什么呢 多了一维信息 互联网让信息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变得特别的短 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上 唾手可得各种各样的信息 任何一个知识的角度 我们都可以从百度从避应上面 获得我们的搜索结果 对吧 信息的大爆炸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真实性呢 存储在任何一个中心节点 服务器上面的这个控制的 这个人可以改变 这个服务器上面的信息的结果 搜索的记录 以及它呈现的方式 甚至于可以让它消失 所以说账本上的发展来讲 大家需求透明公开 不可篡改真实性 互联网的需求上面来讲 大家也需求这种数据的真实性 可溯源不可篡改 所以说区块链也就应用而生了 那么区块链又是如何来保证 这种数据的真实不可篡改 以及它的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什么我们说区块链是互联网价值的十倍 甚至于把区块链叫做价值互联网呢 这种信任机制又会如何与生俱来的呢 这要首先从它的一个特点 叫做分布式记账来说起 好 什么是分布式记账呢 分布式记账其实很好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瞬间就会明白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 坐了10个人或者说100个人 咱们就说10个人好了 有Michael 有李雷 有韩梅梅 有一天李雷向韩梅梅借了1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屋子里的10个人 所有的人都掏出笔来记账 说某年某月某日李雷借了韩梅梅1块钱 韩梅梅转了1块钱给李雷 好 把这个账本记下来 好 我又借了韩梅梅5块钱 好 记下来Michael每年哪月哪日 借了韩梅梅1块钱 好 韩梅梅又借了另外一个人2块钱 好 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 像韩梅梅借了2块钱 那这个账本每个人手里的账本都一样 大家记录的这个往来账目都是相同的 这就叫分布实际账 那么这分布实际账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天李雷说 我没有借韩梅梅的钱 那不好意思 我包括所有的在场的人 都可以拿出账本来证明说 不对 某年某月某日 你确实借了韩梅梅2块钱 大家都有记录 那如果说李雷要想做个 把某一个人的账本撕毁了 或者土改了 没关系 其他人的账本都在 都有记录这件事情 大家复制给他就行了 所以说韩梅梅可以放心的 借钱给任何人 那么大家也不会担心 韩梅梅赖账 韩梅梅也不担心大家会赖账 因为每个人的账本都一样 记录的清清楚楚 并且达到了一种什么效果呢 不能够复制 不能够被篡改的一个效果 如果说你要篡改一个人 两个人的账本是容易的 但是你要让所有人都听你的话 把账本改过来 那可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就是区块链 一个分布式记账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 那么至于什么是去中心化 区块链又是如何 来传递这种价值的呢 下期节目 Michael来跟大家解释 请您点击订阅 然后再点小铃铛 点全部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币链核待的每一次节目更新 以及直播的提醒哦